我 额娘的咳气越发重了 皇阿玛也一直未来探视 皇上一直在蒙前朝的事呢 婉娘娘打量我不知道是吗 整个京城谁不知道 皇阿玛心得了寒室 将整个六宫都不放在眼里了 别说皇上的不是了 皇上也没有错 来 额娘 允辰 你这个性子 也得改改了 这件事情 咱说不上话了 怎么说不上话了 宫里的娘娘们大多出身世家 皇阿玛迷恋寒室 冷落六宫 京城的王宫贵族们有多少闲话 皇阿玛的圣誉 那竟得起旁人这样的闲言岁语啊 轮不上 轮不上你说话 儿子在皇子中最年长 不能不禁孝头 劝一群花嘛 你住嘴 儿子也是心疼额娘啊 别再说了 我 姐姐都可真这样了 你还不快出去 永生他不懂事 你别生气了 儿臣请皇阿玛安 嗯 来给你皇宗母请安啊 儿臣去中翠宫见了额娘 再来慈宁宫请安 你额娘还好吗 不大好 她怎么了 额娘身患科技数月 一直未曾见好 皇阿玛难道不知道吗 这近来啊 前朝的是樊马 等会儿 朕让太医 仔细去瞧瞧你额娘 谢皇阿玛 儿臣明日进宫 再来向皇阿玛请安 皇上 三阿哥求见 让他进来吧 喳 儿臣请皇阿玛 进来吧 永江啊 你的侧父亲给你生了个女儿 有空就带进宫里来 给你额娘瞧瞧 让她高兴高兴 是 你在宫外居住着 应该比宫里面其他的阿哥 知道民间疾苦 永齐出宫居住后 也常和朕说起外间风物 你可知道些什么 金城乃天子脚下 物负民风 一向安定得很 倒是近日来 宫外头有些流言 事关宫中 什么流言 皇阿玛 自从韩氏入宫 京城内外流言纷纷 都说韩氏是妖姬 可夫不说 还魅惑皇上 那动摇我大青江山 这等渔民婚话你也听了 皇阿玛 可是民间百姓言之凿凿 更何况 王宫贵族们同样流言蜚语 他们说自从韩氏入宫 皇阿玛就为了他冷落后宫 无心朝政 盛世清明就要毁在他的手上 混蛋 是谁叫你这些婚话 来藐视君父 遇上后宫 皇上息怒了 儿臣不敢 皇阿玛 儿臣也是一片孝心啊 你还敢说 皇阿玛 三阿哥 你早年 既予太子之位 如今表面安分 实则不轨 皇阿玛 滚 儿臣身为皇阿玛的儿子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三阿哥不说 不如人家皇阿玛是在 有缘无损生日啊 皇阿玛 皇上息怒啊 儿臣是一片孝心啊 皇阿玛 儿臣是一片孝心啊 皇阿玛 三阿哥 你别说了 儿臣身为皇子 父亲才是不忠不孝啊 皇阿玛 皇阿玛 别说了 三阿哥 你真的有如此绝情吗 皇阿玛 三阿哥 您这是何苦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 并无不孝之念 皇阿玛 为何这般待我 三阿哥 奴才劝您一句 如今皇上眼里 只有承前宫那位 您何苦去奔这个钉子呢 奴才先送您回去吧 等皇上气消了 也许就好了 皇阿玛 如此绝情 三阿哥 您怎么吐血了 快 传太医 主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养心殿传来的消息 说三阿哥被皇上伸斥 受气修脑 呕了一大口血 人就昏过去了 现在呢 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 说三阿哥不予挪动 就住进了协方殿的旧居 您快去看看吧 卫教 卫教 永章 臣妾给太后请安 不要这么吵吵嚷嚷的 爱着太医诊慢 是 回太后的话 三阿哥气怒交加 经济之情直冲心脉 如今 五脏六五的气血 都已经乱了 人事万万不能再挪动了 只能留在邪方殿静养 哀家明白了 你赶紧去抓药 看顾好三阿哥 为臣明白 为臣这就去 多谢太后看顾 臣妾替永章谢过太后 永章是哀家皇孙 哀家不能坐视不离 更何况此事 除了哀家也无人敢顾问 淳贵妃 哀家听说你 嗽疾缠绳 伤疾到肺腑 你不必在这里熬着了 哀家已经都吩咐了 让永章的福晋们 进宫来陪侍 太后 永章是臣妾的儿子 臣妾恳请太后 允许臣妾在这里守着永章 娘 娘 妈 妈妈不要 永章 妈妈不要忘了 不要怕 恶娘在 别怕 皇上不会的 皇上不会不要你 永章 冤孽 恶娘对不住你 冤孽啊 淳贵妃 你就在这里守着她吧 小太后 永章 永章 下去吧 皇上 皇上 喝口茶吧 皇上 您一晚上没说话了 定是担心三阿哥 农塞方才去打听了 淳贵妃和太医都守着三阿哥呢 这个逆子 理他作甚 皇上 三阿哥虽然糊涂 但自从在孝贤皇后临前失礼 被申斥之后 也无大错 这回真不知是怎么了 这般忤逆皇上 朕也在想 那是谁会在背后叫唆 那总不能吧 三阿哥也这么大人了 还能听谁的呢 淳贵妃 永章性自憨直 心无臣服 他对着皇上 说相见的事 皇上怎么听得进去呢 皇上正在兴头上 怎么能容得下自己的儿子 说自己的宠妃呢 淳贵妃急得几夜都没合言 只守着三阿哥 太医说 三阿哥精具交加 直冲心脉 怕是 海兰 你不要胡说 永章才多大 倒是淳贵妃 太医说她的可疾 已经伤了肺腑 哪能经得起这般煎熬 得去劝劝她才是 是 求皇上饶了永章吧 皇上 皇上 饶了永章吧 你还敢到这儿来 臣妾知道 都是臣妾的不是 臣妾愿生责罚 这可是你说的 这些年 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自己心里 皇上 臣妾自治 不能介绍于皇上 让皇上厌弃 但是永章 永章是无心得罪皇上的 永章是无心的 可永心的是你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为何这般急匆匆的 皇后娘娘 皇上 得罪 皇上 得罪 皇上让她回宫养着 她也不听 皇上为何这般动怒 皇上放行不下三阿哥 挣扎着过去向皇上求情 奴才觉得不对劲啊 还请皇后娘娘 赶紧过去瞧瞧 知道了 你先回吧 扯 你回忠岁宫照顾着 臣妾知道了 姐姐 这件事情牵扯韩室在内 一会儿见着皇上 说话要当心 我知道的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走